先从耳朵后边给他各取上一股头发 放到中间 不要让他有碎头发 第二步呢 咱给他扎上一个低马尾 能扎多低就扎多低 这一步千万别去摊高了 如果摊高了 或者是你给他说的太松了 往上一翻 往上一盘 皮筋是不是就外露了呀 所以说这款发型 必须得把皮筋给他扎到发根的根部 你有时候扎到根部了 皮筋还是外露 你是不是用这种粗头绳 粗头绳的话呢 你扎多少 它还会外露的 不仅不好看 露在外面还特别难看 你看看是不是 这种皮筋不能用 太粗 只适合扎辫子 只适合扎马尾 我们用的是婴儿绒的皮筋 往下去拆头发的时候呢 它不卷头发 主要是不上发质 能重复用 而且还能够反复的去利用的 接口小弹性大 不是一次性 来用这种皮筋就可以 来下面再给它固定上一个马尾辫子 你们是不是都在用粗的皮筋呢 粗皮筋随处可见 商场里面都在卖 我建议你们不用这种皮筋 这种皮筋不能盘发的 必须得去盘发店铺里面去买东西 那里面都是专用的 你就选婴儿龙的皮筋就可以 来一条腿 咱给它敲出皮筋 只要皮筋不断掉 发型是非常结实的 短头发给它卡上去 长头半的再拎起来 第二根皮筋 把这个发尾还有发烧 工具从上往下 全部给它盯进去 发型就已经收尾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直接给它固定 工具是金属的 用不快 别整个用一辈子 从上到下 全部盯进去 发型完成了 拿上咱这个叉书 你再给它装饰一下 好看不好看 喜欢温柔百家选香冰色的 喜欢大的芳芳的 就去拍宝莱色 你在五十岁宝上的 重要场合 尤其是洗婆婆洗妈妈